南岛市新空國小為了慶祝李董哲 特別跟放鬆麵去搬來客戶 可惜每一位客戶都能吃到放鬆麵 一到客戶的時間 有些朋友就拿著碗來到街市頭前拍對 有些朋友是每一位客戶都來 這次吃不到吃完馬上就在拍對 有的人說他這個早期已經來提10次了 你還沒有平常的 小朋友請你趕快帶著你前三晚 客戶已經一趟 客戶就是用衝的用燥的 大家手裡都拿著碗 就是要來這裡放鬆麵 吃爆米花吃起來要怎樣 洗澡 你喜歡吃爆米花嗎 喜歡 好不好吃 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它的觸感有點黏黏的 而且我覺得吃起來很好吃 所以我感覺這個好像是新口味的樣子 兒童節快樂 賣米花才好吃 南道市新口國小為了勤奏 離東坐 特別搬來一台放鬆麵的客戶 給小朋友每個客戶 都有大家要吃的吃東西可以吃 讓孩子有一個難忘的兒童節 所以我們今天有爆米花哥哥 爆米花姐姐 那順便也有準備了一些炸雞 火腿 給孩子做一些家菜 那同時我們蔡主任 我們輔導師的蔡主任 也有辦理一系列的活動 甚至扮演像聖誕老公公的角色 那利用課間活動的時間 我們可以召集到孩子 到這個我們活動的場議 來參與各項的活動 皮皮薄薄的聲音 只要將料放在米花期裡面 不用多久的時間 就能品嘴放香味的香味 不管是完米還是巧克力 大家都吃得非常快樂 有很多人都是每個客戶都在裡面 你要拿第幾次 第二次 十次 第十次喔 拿那麼多 好吃嗎 好吃 原本要吃吧 四次 好像有四次了吧 吃完放米花再吃啊 越吃越多 越來越好啊 尚起孩子的日子 新鮮高校的特別房秀朋友 全加點心 讓孩子快樂 快吃美東桌 也讓學生都說 今天在上課 特別高興 非常高興 非常高興 嗯 很高興 老闆